电子烟的危害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房丽颖 陕西省第四人民医院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 电子烟现在目前市面上觉得 它是一种溅烟的方式 其实也不是这样 电子烟它也有很多的一些危害 它可能有一些危害 不亚于我们正常的吸入烟的一些危害 那么电子烟它里头也有一些化学的成分 这种化学的成分也可以导致 我们呼吸系统的一些疾病 比如说它可以破坏自身免疫性的这种疾病 还有一些脂气管黏膜上面的一些保护屏障可以破坏 自身免疫性疾病破坏以后 我们会容易得呼吸系统的疾病 比如说上呼吸道的感染 或者是流感 可能这种预防能力就会下降 另外就是说电子烟 它还有增加心率 导致循环功能障碍的一些表现 所以电子烟也不是一个理想的 这种替代止烟 或者是卷烟的一种方式 它也有很大的毒性作用在里面 感谢您的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